你有聽說過什麼叫做全音御音階嗎? 如果你學習薩德風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我會建議你當你在吹音階的時候呢 我們要練習全音御音階 也就是說無論你吹哪一個調 我們從這個調的第一個音 主音開始 一直往上到薩德風的最高音 也就是發 或者說這個調有聲發 那你就要吹到聲發 然後我們回到最低音 吸 也就是說如果有降吸的話 那你要吹到降吸 最終你再回到這個調的主音 我舉例來示範一次 假設今天是F大調 我們從發開始 如果是D大調 我們從Ray開始 我會吹到高音的聲發 再到低音的C 最終回到Ray 為什麼我們要這樣練呢? 因為當我們在吹音階的時候啊 你會發現 我們真正男的指法 其實是最高音以及最低音 像高音左手的部分 再來是低音小指的部分 假設我們練音階的時候 我們都把它跳過了 那當我們遇到曲子真的困難的時候 它就會成為我們手指技術上的一個瓶頸 所以呢 這邊強烈的建議大家 如果一般的音階你已經吹熟了 趕快來練習全音隱音階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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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